寒风中的一个角落 在桃园这名21岁的年轻少妇呢 昨天晚上抱着10个月大的男婴到警察局求救 她要借500块钱 警员疑问之下呢 才发现小孩一天没有喝奶 而这个妇人两天没有吃东西 当场的原警就立刻张罗了奶粉 还有食物来应急 在寒冬当中帮助了这对母子 时间到辉2号晚上6点多 21岁的年轻小妈妈 手里抱着才10个月大的小男婴 一个人站在警局值班台前 不管两名原警怎么问 一句话都不肯说 他后来进来他也是没有说明 他是要受理报案 还是需要警察的帮助 他都没有讲 看着正在吃饭的原警 少妇似乎也饿了 不停安抚男婴 原警一问之下才知道 家住附近的赖姓少妇 是个全职妈妈 和打零工的先生同住 薪水扣掉房租 根本不够一家三口用 又没脸回娘家要钱 饿了好多天 情急之下才会上门求救 开口是借500块 那我想说他在短期时间 可能需要帮忙 先借以他1000块 然后听到很难过 又坐立案 又跑去 跑去买了两罐 然后就拖在这边 请说让他们再转交过来 好心人的奶粉和原警 救命了1000元 让大人不用饿肚子 小孩也有奶可喝 不过再看一次年轻妈妈 抱着小男婴求救画面 社会局提供后续的协助 可能才是最好的办法 记者黄主华 蔡新怡 桃园 采访不到